台湾生意研发抗体 对抗新冠变异株 虽然新冠肺炎 COVID-19 疫苗施打普及率提高 德国纷纷放松管制 然而新冠病毒持续变异和传播 造成病毒突破性感染与重复感染不断出现 甚至公卫专家预期 未来可能比照流感 必须年年施打新冠疫苗 不过 台湾生技公司延伸生医 从疫苗施打者血液发现 一系列对抗新冠病毒变异株的人类抗体 渴望解决变异病毒的问题 专注于抗体药物研发的延伸生医团队 在今年年初 从新冠肺炎疫苗施打者血液中 分离出一系列可对抗新冠病毒变异株的人类抗体 除了可以治疗或预防既有的新冠病毒变异株感染 透过多种抗体组合 甚至可运用鸡尾酒疗法 治疗未来的变异病毒 不但填补疫苗效力不张的空缺 还可解决不断延烧的公位危机 从疫情开始 新冠病毒持续变异和传播 至2021年底Omicron出现之后 快速变异出BA1及BA2 再转变为BA4和BA5等完美亚变异株 甚至最新还出现被称为 魔王变异株的BA2.75 入侵世界各国 各国研究纷纷指出 新的Omicron变异病毒株具有更强的传染性 可成功逃逸既有的疫苗与药物的效力 即使施打2剂或3剂疫苗 免疫保护效果也不张 以至于根据原始病毒株所研发的 紧急使用授权 EUA 之抗体药物 纷纷被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下架 近日 美国总统拜登在接种两剂新冠肺炎疫苗 加强剂后仍感染新冠病毒 显示出Omicron变异株传播力强 可造成施打疫苗后 仍出现突破感染 甚至重复感染 形成新的防疫难题 因此 各国除了已在接种第四剂疫苗因应 医药界也积极寻求新的抗体药物 各指疫情在重创世界 新冠肺炎疫苗施打者或是新冠病毒感染者 会因个体差异于体内产生许多不同的抗体 不同的抗体对于不同变异病毒 可能具有专一性的效果 专精于抗体药物开发的台湾衍生团队 于此找到灵感 利用其单一币细胞人员抗体研发平台 Human Single B-Cell Antibody Technology 从新冠肺炎疫苗施打者或新冠病毒感染者血液中 分离出一系列抗体 作为潜在药物标的 研究发现 这些抗体与新冠病毒的集图 SPIKE 蛋白内的受体 RBD 结合后 病毒就不会与受感染者体内细胞的A2受体 And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 2 产生交互作用 借此可使病毒无法感染细胞 甚至可透过FC借导的抗体效用功能 FC Mediated Antibody Effector Functions 加速清除病毒感染的细胞 达到预防和治疗效果 实验结果显示 延伸成功分离的系列抗体 可有效中和BA1和BA2等新冠病毒变异株进入细胞 其抑制病毒感染的效果 可与之前获得美国FDA紧急使用授权的抗体药物媲美 更令人惊喜的是 这一系列抗体 对于BA4与BA5等变异病毒株 也有很好的抑制效果 预期也能有效降低重复感染 与突破性感染的风险 以及治疗新冠病毒感染的病人 在证实可对抗既有病毒株的潜力后 延伸团队进一步发现 这个系列的抗体能够与新冠病毒 及涂蛋白的不同区域结合 若病毒株发生变异 可以利用不同的抗体组合 胎发出新冠病毒基尾酒疗法 不仅可一网打进既有的变异病毒株 甚至能对抗未来的新变异病毒株 目前全球约有2%人口 曝露于高度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 除了不适合接种疫苗的族群 也有人即使接种新冠肺炎疫苗 仍因免疫力低落 无法产生足够的保护 此高风险人口 就可以施打抗体药物 达到预防与治疗新冠病毒的效果 延伸生医所研发的抗体药物 渴望弥补上述疫苗效果不足 或不适合接种疫苗的问题 台湾延伸成立于2020年 专注于抗体药物研发 部分技术即转自台湾中央研究院 武汉中博士的研究成果 武汉中博士目前担任 中央研究院国家生技研究园区 生医转益研究中心主任 于知名国际期刊发表 多篇抗体与癌症医疗和传染疾病应用相关论文 并于2020年12月获选为 美国国家发明家学院 National Academy of Inventors Ni 运势殊荣 延伸成立后 吸引多位专精于抗体药物的资深专家 陆续加入团队 已经拥有多项抗体专利 以及成功建立不同抗体开发平台 推移高效率研发 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抗体药物 除上述的新冠病毒变异株抗体药物 延伸还有针对癌症治疗的抗体药物 涵盖直肠癌、胃癌、头颈癌和卵巢癌等 未被满足的医药领域 将陆续推出相关抗体药物 满足广大的医药需求 健康生活编辑部